被誉为鸡蛋妹的台湾歌手蓝心梅是出了名的台上风 出道26年来不是领着观众鸡蛋碰石头 就是借别人的嘴逗大家开心 2008年蓝心梅高调宣布复日求精 曾闹得沸沸扬扬 遭网友一致炮轰 怀孕两个月后宣布怀孕成功的喜讯 不料一个星期后蓝心梅就因为意外流产 令求子新气的蓝心梅大受打击 与周日发结婚多年的陈慧莲一直未有所处 其实早在1991年发嫂就曾怀有发哥的小宝宝 但后来不幸留 发哥也因为爱其情窃 不想太太再走进小产的阴霾中 宁愿不要小孩 2008年10月2日 陈慧莲与拍拖16年的男友陈建浩 终于结束爱情长保共结联 2011年陈慧莲宣布以人工受孕 怀孕五个月的双胞胎女儿小产 失去一对女儿令陈慧莲受到很大打击 丈夫寸步不离照顾太太 郑佩佩大方谈起自己八次怀孕的经历 她说因为老公是单传 作为太太有义务为夫家多生 久而久之便将生育当成一个工作 可是自己身体上一怀孕一流产的特质 最终八次怀孕四次流产 香港一线武打巨星 甄子丹 妻子是华裔小姐冠军王诗诗 相貌美丽 气质出众的王诗诗 职业是模特 2010年5月 王诗诗出席某活动时承认 1月份因公外孕意外流产 表示再生小孩会顺其自然 目前主力照顾子 并提醒孕妇 遇到问题时要及时看医 不应拖延 关永和 1964年7月16日出生于中国香港 祖籍广东南海 中国香港女演员 20世纪90年代 张家辉与关永和相恋 2003年两人在澳洲秘密结婚 据悉关永和曾两度流产 张家辉说 第一次失掉孩子时 我正在上海拍收工后 我伤心里偷偷哭了 几个月后太太再度怀孕 虽然已经很小心 但仍然小产 为了不给太太压力 我偷偷躲在后楼梯 直至2006年 42岁的关永和才生下你 歌手腾格尔表示 现在人生开始做减法 而受到失去女儿的影响 他也特别溺爱小儿子 完全是慈父一味 没有别的要求 只希望他健康成长 词 episod 请不吝点赞 订查 欢迎订阅 mots磨知 请不吝点赞 订查 viewPD 创牢 证